原来披风手语老师只需要一个朱广泉 手语老师牌里换了好几个了吧 到现在一听中安台招手语老师 一听朱广泉的节目不去 众所周知手语难度是 简单适中困难低于朱广泉 零摄氏度的冰点线已经大幅难压东移了 又像青春抵挡不住发际线 东南阻止不了零渡线 当手语老师听说跟广泉搭档后 大家都说我跟手语老师关系不好 就说人家不想干不愿意给我搭班 第一次在来直播的时候 遇到一只没有拴的狗咬上了路人 他是这么播报的 有一个词叫一丝不苟 说的就是没有一丝绳链拴着就不能遛狗 而且要紧紧抓牢爱不释手 所以一定要拴绳才能遛狗 不然它容易跑丢成为流浪狗 容易吃到脏东西成为生病的狗 容易伤人成为害人狗 容易让你暴露素质看着特别丑 羊犬不闻名 四邻不安宁 六狗不拴绳 违背法理人情 总之 你若拴好便是晴天 你若拴不好就会跑偏 爱恨就在一瞬间 新闻联播比春晚还精彩 这样的视频真是看一次笑一次 看一次笑一天 视频里的这个熊猫宝宝名字叫做奇一 现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其他了 不爱竹子爱抱腿 百转千回百折不挠 百般撒娇的抱住饲养员爸爸的大腿 抱大腿抱大腿 我就是要抱大腿 无怨无悔心里还特别的美 双鱼老师有时真的想给他一巴掌 轻轻的我走了 军我轻轻的来 这段农民宫手捧两块红砖朗色的手艺老师 翻演着格外的起劲生动 翻演着格外的起劲生动 当时恨不得把他的嘴堵上 你若军训便是晴天 你若放假便是雨天 你若发布起作业便是开学前一天 你若不发布起作业便会遇到铁面无私包晴天 那一刻手艺老师 这一刻手艺老师的辞职性都想好了 他临时脑子里有一段这个灵感 等于我不知道我万没交流 打这段谷怎么翻 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底气不足 打着退堂口前进 鼓点还不熟 走着走着就飘飘浮浮 若有若无 你若要打 打这段谷怎么翻 用尽毕生所学来配合他 朱广泉老师那样的 经常自己自由发挥的你们怎么办 我们尽量用我们的这个职业的这种能力 来配合他 尽量避开中途朱广泉老师工作的时段 从此走上不押韵不会说话之路 这是八百球员奔北坡前锋并抬北边旁 后卫怕把前锋碰前锋钻找后卫的脚 兴趣一上来别词都能组成绕口令 要转化为动能 糊糊的刮风滑滑下来 齐哩咔嚓的打雷闪电 能量疯狂转变 把能量消耗光 也就消失了 你是说爽了 有考虑过熟于老师的感受吗 干垃圾是干垃圾 湿垃圾是湿垃圾 不能把干垃圾当成湿垃圾 也不能把湿垃圾当成干垃圾 有网友想出了一种分类方式 是干是湿 让猪是吃 一吃便吃 说猪可以吃的是厨余垃圾 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 连猪都不吃的是其他垃圾 而可回收垃圾 则可以卖了钱买猪 猪肯定想说 我为人类付出了太多 都说猪浑身都是宝 对垃圾分类的贡献也不少 现在为啥没有配熟于老师 自己心里没有一点数吗 过了漫长的假期 现在是不是语文不会 数学崩溃 生物鸡肋 物理心碎 历史没背 英语颓废 化学很碎 就体育还好 武功全肺 这种痛直穿心肺 欲哭无泪 让你更清醒的认识 时间紧迫 机会宝贵 珍惜时光不尽则特殊